大家好,这期视频我们学习爱心花束的勾枝 四股牛奶棉和1.8毫米的勾针勾枝 中初四股就用2.0毫米的勾针 准备适量的填充棉,30厘米长度的爱好花杆 我们开始学习爱心的勾枝 勾枝第一圈,环形起针,勾枝六个短针 这里用到的是短针十字针勾法 勾针穿入圈内,放在线的上方,将先勾出 勾枝短针,我们勾完第一圈的六个短针 完成,拉紧线头收紧线圈 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枝第二圈,短针加针 在上一圈的每个短针周末里勾枝两个短针 增加了六个短针,勾完这一圈的帧数就是12个短针 完成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完成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一共六组加针,一共六组加针,勾至第一组加针,先勾第一个短针 在下一针,勾至两个短针 完成第一组加针,我们重复第一组,勾完剩下的五组加针 交完针就是18个短针 完成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至第四圈,不加不减的勾至一圈短针 完成第四圈的18个短针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一个锁针固定,运留5厘米的线头断线 桃心是由这样的两个支片拼接而成 这里勾至好了第一个,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勾至第二个 同样的勾到第四圈 勾好第二个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我们拿出第一个进行链接 找到第四圈引拔位置的第一针 勾针穿入第一针,勾一个引拔针进行链接 两个支片链接完成 勾起立针,接着勾至第五圈 对应针目勾至第一个支片不加不减的18个短针 勾完这一边的18个短针 到了另外一个 同样的对应针目不加不减勾至18个短针 勾完这一边的18个短针 第五圈的帧数一共是36个短针 勾完最后一个短针 勾针穿入第一个短针 勾一个引拔针 这里一共的帧数就是36个短针 接着勾至第六圈 不加不减的勾至一圈短针 同样的还是36个短针 完成第六圈 完成第六圈 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至第七圈 先不加不减的勾7个短针 到了侧面 勾至两次短针减针 勾至第一次 勾针同时调起短针的位半针 进行减针 我们这里用的是隐形减针法 完成第一次减针 同样的再勾一次减针 就做好了两次减针 接着不加不减的勾14个短针 完成14个短针 到了侧面 同样的勾至两次短针减针 完成两次减针 不加不减的勾完剩下的七个短针 完成第七圈 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至第八圈 不加不减的勾至一圈短针 32个短针 完成第八圈 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至第九圈 先不加不减的勾6个短针 到了侧面 勾至两次 短针减针 接着不加不减的勾12个短针 到了另一侧 勾至两次短针减针 完成两次减针 勾完剩下的6个短针 完成第九圈 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至第十圈 先不加不减的勾5个短针 先不加不减的勾5个短针 到了侧面 勾至两次短针减针 剪完针 不加不减勾10个短针 到了这一侧 同样的勾至两次短针减针 不加不减的勾完剩下的5个短针 完成第十圈 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至第十一圈 不加不减的勾4个短针 勾至两次短针减针 不加不减勾8个短针 到了另一侧 勾两次短针减针 不加不减勾完剩下的4个短针 完成十一圈 在第一针导位置引拔 勾至第十二圈 不加不减勾3个短针 到了侧面 勾两次短针减针 不加不减勾6个短针 到了这一侧 勾至两次短针减针 不加不勾勾完剩下的三个短针 这里我们稍微将线圈拉大 开始塞入填充棉 我们尽量塞得饱满一些 完成十二圈 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至第十三圈 不加不减勾2个短针 在侧面勾两次短针减针 不加不减勾4个短针 不加不减勾4个短针 不加不减勾勾完剩下的两个短针 这一圈剪完针还剩十来个短针 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至最后一圈短针减针 6次减针 两针并一针为一次 一共减针6次 最后一圈 剪完针还剩6个短针 稍微将线圈拉大 继续塞入填充棉 塞得饱满一些 塞外面在第一针的位置引拔 勾一个锁针固定 运留10厘米的线头断线 还剩下6个短针 我们用勾针调起每个短针的外帮针 将线头勾出 勾完以后 先不要收紧线头 组装的时候再收紧 勾至好淘芯 准备好花杆进行组装 在淘芯的收口位置 少量的打一些胶 再将花杆穿入 只要不穿出顶部就可以 我们再将线头收紧 固定好淘芯 再用同样颜色的线 在花杆上缠绕 一直缠绕到花杆的最后 最后打一些胶 将线头进行固定 防止脱落 到这里 爱心花树的勾枝 就全部制作好了 下期教程 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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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